上个星期正当民众准备在新常态之下迎接开灾决的时候 不料我国疫情因为移民局扣留营连续爆发感染群 那单日新增病例更是再次破百惹来不少民众担心 不过一个星期过去了 疫情看似缓和 目前没有大幅度增长的迹象 来到今天 我国新增病例38宗 那共有51人痊愈 无人死亡 而之前最严重的大城堡集会感染群 今天也没有任何新增病例 由于疫情进一步放缓 诺西山也在记者会上捎来了一些好消息 卫生总监诺西山今天在记者会上表明 尽管开斋节已经过了一个星期 但目前看来还没有出现本土病例激增的情况 因此卫生部接下来将会在国家安全理事会的会议上 提成托儿所重新开放的标准作业程序 并且提议进一步放宽更多领域 另外虽然扣流营的外劳陆许爆发疫情 但是诺西山要大家不要担心 如果只算本地人的确诊病例 那我国疫情的曲线依然受到控制 不过诺西山表示 国人不能因此而对外籍客工产生偏见 而是必须确保他们也像本地人那样 遵守防疫的标准作业程序 才能全面杜学病毒的传播